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播打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散播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今年55岁的唐柏花 刚刚迎来了小孙女的出生 她也升级当了奶奶 可是喜事临门 唐柏花却常常暗自抹泪 她说29年前 她丢了一个5岁的儿子 如果那个孩子还在世的话 现在应该也结婚生子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唐柏花怎么会弄丢自己的孩子 29年过去了 她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这是她什么时候照的照片 四岁 四岁的时候 这是唯一一张照片吗 家里面的 有啊 多的孩子 家里有 我喜欢好多 他丢的是什么 照片上 这个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小孩 就是唐柏花丢失的大儿子周春雨 拍摄照片时 周春雨四岁 一年后 她离奇失踪 这张照片也被阔袭放大 屡屡出现在报纸网页的寻人板块 提及29年前的那场恶梦 唐柏花心痛不已 我们把那个香蕉送到她们去 她不是给每次都每天都给的 我们后面就问她了 我说我们在那个香蕉地上去了 她也去了 她在那里滑那个有滑瓣 现在那里滑都撤掉了 没有那个滑瓣了 那滑瓣了 这里滑下来 在香蕉 在那里滑下来 这里滑是吧 这里滑是吧 这里滑 我说你这里要滑多久 她说我滑一下了 我滑一下 我说你滑一下 等一下过来 她说好 我一出来 我说你怎么没过来 十来分钟之后 我一出看看 她已经不在那里滑 1988年 唐柏花和丈夫周德宝 在珠州的火车站附近 做水果生意 11月8号那天早上 夫妻俩像往常一样 进货摆摊 五岁的儿子 就在不远处玩耍 然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当夫妻俩 从忙碌中回过头时 他们却再也没有看见 儿子的身影 夫妻俩一下就懵了 我们也年轻 这个儿子 对的时候 我在25岁 我25岁 我还很年轻 没什么经历 我又会知道 这个儿子 没听说过什么 儿子也有人偷的 很习惯的那种 我说我这个儿子 拿开了 拿出来的 我们终于走丢了 我们去到处玩 到处找 到处找 那天晚上 我一叫旁边那些 城堂 我叫了一个通往 叫到8点钟了 早上 我说 九轻鱼 九轻鱼 你在哪里咯 妈妈找你来咯 就这样叫 喊了一声通 就喊了喊不了 你句话都说不出来 震惊 恐慌 焦虑 绝望 唐百花和丈夫 就像不会游泳的人 突然溺水了一样 他们发疯似的吵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悬赏的金额 从几百块 涨到了数十万 可是 儿子周春雨 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没有任何消息 他究竟是生是死 他到底身在何方 这不容易啊 这个照片有经常在看吗 经常看 反正 不知看多些人 这个相比多人 有几百分的 他都保证的 性格要强 他有时候儿子没找到 好难过的话 就是从我画笔下 就是为了儿子 不给你发育笔去吧 我去找儿子 找不着 今天发光了 你没找回来 孩子突然消失 丈夫周德宝找孩子 找得倾家荡产 性格急躁的妻子 更是近乎崩溃 本来还在给小儿子喂奶的她 一夜之间就断了奶 儿子周春雨的失踪 不仅给夫妻俩 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也彻底改变了 这个家庭的命运 妈有年纪不运 从来不运点个狮子 你从来 我也不会啊 回一回 很狮子 当初不该带着去就来 回一世准备牵到她走 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想着她 妈妈等她回来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肯定不是 肯定是吧 所以在这儿买了房子 不仅是买房子 我跟你说实话 我儿子本来那个 他学校里面 君大呀 本来是牛小的 很优秀的 我们给他邀回来 通过官司到猪州来 就是为了找这个儿子 找不到儿子 夫妻俩不敢回到永州老家 便在猪州买房定居 甚至还让小儿子去当警察 为的就是更加便利的寻心 说到这里 唐百花说 要带我们去个地方 眼前这间地势低矮的平房 就是儿子周春雨走失前 一家人租住的地方 人家哪路七十号 人家哪路七十号 我们等报都是用这个地址 你看看这个地方很相信 这个一直丢掉找不到 在这个地方住就觉得伤心 是啊 就搬走了 那是痛苦的心情 当时我们换墙 把这个墙都换了 这个墙 找不到一个就换了 就换墙 沿江南路七十号 唐百花脱口而出 可儿子周春雨 是否记得这个地址 是否知道 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然后从过马路 这个边就是那条河了 过了这个马路 这条河也没这个提 当时是一个平的是吧 是个平的 也没这么宽敬 是不是 特别多呛呛呛的 从平房往上爬十几级台阶 穿过马路 迎面就是宽阔的乡江 这也是周春雨 以前经常玩耍兮兮的地方 当年他真的懵懂 如果记不住沿江南路七十号 他又能否记住这条大河呢 时隔二十九年 他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如今唐百花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当警察的小儿子身上 那么小儿子的寻亲之路 又进展到什么阶段了呢 关键还是在于他自己 有没有这个找的愿望 或者说知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情况 或者说到底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他生死不正 说话的年轻人就是唐百花的小儿子周春风 现在是一名警察 相比于父母的满怀期待 他的态度要冷静很多 对于这个哥哥 他究竟是怎样的情感 在十一个月大躺在床上 他在外面 买个香蕉都要留一半给我吃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吃 这是他们说的 是对 就是那种敬学的哥哥对你很好 他们告诉我对我很好 嗯 然后说话是多么多么聪明 多么多么讨厌喜欢 嗯 所以一到神的时候 我其实玩着玩着就不记得了 他们呢就是 一到这一天好像是母难日一样的 苦难日一样的 去我们有时候就在这一天 我们单独喝的鸣鼎大醉 快喝醉 周春雨离家时 弟弟周春风才十一个月大 对于他而言 哥哥只是一个名词 所有的印象 都来自于父母的反复描述 二十九年来 他只觉得 那个懂事聪明的哥哥 就像一块石头 重重的压在父亲心里 也像一把眼泪 总是在母亲鸣鼎大醉后 流个不停 家里有个哥哥可能 父母亲对我的这种 教育和管理可能会相对弱一些 更加精烈 帮到老大身上 我母亲对我的管理特别的严密 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 你是老大了 无形当中 其实我成了我妹的挡劲盘 我站在最前面 从无形正 我合伙着我妹妹 比如说倒个垃圾 你们讲那个谁倒 我这个去倒 比如说打碗水啊 或者说洗个纹啊什么 然后也是我去做 我要是不做了 我妹妹就会抓打 我妹妹就在一边没事了 哥哥不在 周春风变成了老大 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周春风眼里 哥哥的突然失踪 对他这个弟弟的影响最大 他不仅遭到了父母的严加管束 还要事事担起为人长兄的责任 当他渐渐长大时 他的人生选择更是因为哥哥而决定 他们失落的时候 我只是向人心的安慰一下 我说没关系 我说我长大了 我帮你我哥哥找回来 我就说了那句话 可能无意之间这句话就变成了 我好像让他自己懂事之后 成了一个男朋友 变成自己对父母的一个成为 当时选择警察的时候 其实有个这方面的念头 就是可以去找一下别人 然后现在做警察之后 可能我对这方面 因为我经常接到这方面的信息 就是寻人啊寻心啊协查啊 这方面的内容 可能我觉得这个方法 手段就会多起来 然后专业一些 我帮你们把哥哥找回来 年少时一句不经意的安慰 在懂事后 竟成了周春风对父母的一句承诺 为了实现诺言 他上军校 当警察 对哥哥的寻找 越来越专业和高效 如今在他的建议下 父母已经在公安机关采集血样 并入入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 寻了三十年 他们还能等来亲人的团聚吗 一个星期后 周春风突然联系到我们 说有哥哥的消息了 这是当时光安机关那个打管中心给你发的是吧 对他打开前面的 说这个就是你可能是跟你爸妈DNA符合比较比对的一个 是这个人 他是年纪跟你那个哥哥是符合的 叫陈宏是吧 他现在名字叫陈宏 在他的地址是在福建省 对 鲜游线 根据诸州市打管中心所掌握的情况 一位来自福建莆田 名叫陈宏的男人 在DNA信息库里 与周春风的父母信息比对成功 难道陈宏就是失踪多年的周春雨吗 我没有那种像也不像的感觉 我家的亲爱像我姨啊 我姑啊 这个不用看 你看就是周春雨小时候的样子 照片上的男人模样有些沧桑 周春风仔细辨别着 总觉得没一眼和自己不太像 如果陈宏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周春雨 那么当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为何会离奇消失 三十年的岁月变迁 他过得好吗 如今他又身在何方 1986年 唐百花和丈夫周德宝从永州老家 来到猪州市做水果生意 唐百花泼辣能干 丈夫憨厚踏实 夫妻俩逐渐在猪州站稳了脚跟 便把五岁的大儿子周春雨 从乡下接到了身边 后来小儿子出生 一家四口更是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 1988年11月8号 大儿子周春雨竟然离奇失踪 没有任何音讯 儿子突然消失 几乎给这个家庭造成了灭顶之灾 三十年骨肉分离 唐百花和丈夫从未放弃寻找 甚至还让小儿子去当了警察 更加专业的搜寻失踪哥哥的下落 如今公安机关通过DNA比对 一个名叫陈鸿的男人 和周春雨的信息基本相符 那么陈鸿就是周春雨吗 三十年前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为何会突然失踪呢 陈鸿飞逝 岁月催老头人 却阻止不了她的重逢的脚步 将有幸一家的巨人越来越近 他这十四年我们都还十九年 他二十四年 这个也十四年 因为我自己说的办法 妈妈也听不懂 我一看这个情形 我觉得就是的 夫妻俩是寻情记的忠实粉丝 尤其是关于寻情的节目 他们更是一级不辣 最喜欢看了 我不是瞧瞧看 我维持住他 瞧瞧地喜欢看 超级喜欢看 想看 那看到别人家找到了孩子 你们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自己有黑暗的猛猛 就是你们在这里面 好了 所以姐一看 别看一看眼睛 你这个眼睛刷你 我这个以前要银子 我竟然一直看好多一般看的 我今天也没哭的 我这个眼睛 您看别人那种团剧的时候 您自己也在哭 我竟然哭了 竟然哭了 屏幕上别人的故事 也是别人的团剧 然而周德宝却看得眼眶湿润 两年前 五十九岁的他 突发脑溢血 说话至今含糊不清 如果有生之年 亲人重逢的欢喜 也能发生在他身上 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提醒儿子周春雨 他和老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去雨呢 她说春天 春天 然后去生她 她妈妈生她的时候 叫她说春天 雨 让她生她的时候 不是 前面两天是新天 新天一时是新天 早上我生她呢 生了三天三晚 前面就 下边 有两口是新下南新东南 六年勾一科 那个洁生骨 他采用了这个 这个扶植的方法 扶植的方法 扶植的方法叫我 邀请丫官 吹吹吹吹 所以他自己才滚出来 你滚出来 那个 哇 哇 我还不玩 哇好大的路 下好大 好大的路 麻烟下来了 春天的麻烟下来了 春雨吹散 春风回 齐花一奔相迎开 当年夫妻俩 将两个儿子 取名为春雨和春风 本是对他们 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哪想到 风雨会分开 骨肉会离散 时隔三十年 这个家 还能盼来家人团圆吗 根据弟弟周春风 提供的信息 寻情小组 联系上了陈红 我们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见到了三十四岁的陈红 身材微胖 神色沉稳 现在 在浙江经营着两家餐饮店 在他身上 到底 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当时你是在哪儿走失的 当时是 就是在那段 最高的楼房 那底下 我爸爸妈妈在那边 还在那边卖水果 那前方不是 有一百米 一百米处有一个耍猴戏的 耍猴戏的 然后 就有一个叔叔跑过来搭菜了 他说 想念那个耍猴戏的 我带你去看 是吧 然后我就感觉 那个小时候 那个好奇心 很大 是吧 就感觉就是说 喜欢玩 是吧 喜欢吃是吧 有吃有玩就可以了 是吧 在陈红的记忆中 父母是摆他卖水果的 在出事的前一天 曾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带他去水果摊附近看猴戏 并向他承诺 只要陈红不告知父母 第二天 还会带他去游乐场 天真爱玩的陈红 一一照搬 他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早已踏进了一个 巨大的陷阱 当时我觉得天黑了 晚上 爸爸妈妈呢 我就觉得 妈妈不在身边 我就又哭又闹 闹累了 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了 男患者就 跑去坐客车了 那个班车 上了汽车 然后这个末世人 当时 不是那种博友路吗 就是说那个黄土路 是吧 一步放一步 一步放一步 好像我觉得 就放了三四步车 就坐了好像有 差不多接近两天的车 就搭了 两天时间的车 搭了福建 这个普天 先有限 当陈红 从游乐场的趣味中 回过神来时 已经被陌生男子 带上去往福建的汽车 并将他交给了养父母 那时候 他才五岁多 不知道父母姓名 不记得家庭住址 只记得自己姓舟 他更没料到 这条回家的路 竟成了他此生 最难走的路 袁护还没死之前 带我新山安死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袁护得癌症 去世了 现在杨母还在 杨母还在 当时去了那边之后 大概有多长时间 才开始失忆那个环节 谈不上什么多久能失业 因为袁护家里是做石油神语 那个时候做焦油神语 焦油神语 炼油厂嘛 开炼油厂 条件还可以 条件还可以 前四五年 他们都叫我说 叫爷母 叫姬母 叫妈妈 那都开不了口 每一天晚上都躺在城上 我现在今年是离开自己的母亲 第几年了 第几年了 扒着手指头 一年一年的数过来的 养父母家境优越 待陈宏视如己出 可陌生的面孔 异乡的饭菜 陈宏在哭泣中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长夜 他想回家 可是家在哪儿 他想父母 父母又在何方 这种煎熬的状态 一直持续了十年 十年之后 陈宏的人生 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炎富气势了嘛 那个时候生意的 所有的股东都退回来嘛 他自己国家也赚了一点钱 都拿去治这个治病了嘛 都这个食道还治病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还背了一点点赞 我十四岁就开始打同工了嘛 九七年那个时候 一家一户的都是几千块 几千块嘛 这家几千块 我去那一家 他家里做什么 我去他家里打工 没有发工资给我 真的打个七八堆啊 慢慢的把他还掉卡 养父离世后 家到中落 债台高筑 十四岁的陈宏 便出了学 在哥哥债主家里 当同工还钱 智能的年纪 繁重的工作 陈宏就这样 被迫提早踏入了社会 可是越是心酸 思念就越重 他真的想回家 经常自己也流泪啊 说严护去世的 我就是这个面啊 是吧 觉得在外面 十四岁就走社会嘛 在外面一直把社会 分大以水那种滋味嘛 就是说 没有受 没有在父母心身边 那种滋味 天天晚上睡觉 心里面暗自流泪嘛 二十九年时间了 这个想回家的愿望 从来没有断过 从来没有断过 那2015年 就回来福建普天老家了嘛 然后就到了福建普天 现有那边做的DNA 辛苦打拼多年 陈宏不仅还了债 如今还事业有成 婚姻美满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2015年 他在当地公安局 进行了DNA信息入库 根据陈宏的描述 很多细节 都与周春雨 失踪的情况一致 那么 他是不是失踪了 二十九年的 周春雨呢 是啊 找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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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安机关的复合 已经确定 陈宏就是周家的大儿子 周春雨 而他心心念念的父母 也已经启程 来到了浙江 要将他这个大儿子 接回去 原来 三十四岁的陈宏 就是周家的大儿子 周春雨 当年 他原本在父母的水果摊附近玩耍 结果被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 拐骗到了福建莆田 并交给了姓陈的养父收养 那个时候的周春雨 还只有五岁多 不知道家在哪里 也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 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 姓周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三十年来 周春雨历经磨难 命运曲折 不仅替养父母还清了巨额债务 他自己还娶妻生子 事业有成 尽管他变了容颜 改了相应 可是他的心里 却始终牵挂着远方的亲人 他想回家 想了三十年 这一次 他终于可以圆梦 一大清早 周春风就穿着鼻挺的制服 早早地厚在了株洲火车站 今天是父母接哥哥回家的日子 人潮里唐柏花喜笑颜开地走在最前面 而在他身后还没有走出出站口的周春雨 已经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痛哭失声 这个 这个 长这么像 如何呢 哇 我跟你家了 没家了 没家了 初见哥哥 弟弟周春风有些腼腆 他一把扶住哥哥 直到了一句 回家了 回家了 那个五岁离家的志童 初走半生 再归来时 一杯岁月沾染了太多的风霜 自己一出去背国到福建 一整天写第一个字 就会写筹字 筹字 这么多年的艰辛 这么多年的成家 自己情深乎乎 没在身边 不是情深的 那种智慧 记得理解那种感觉 你应该是知道的 三十年 多少个被思念折磨的夜晚 多少个被泪水 浸湿的早晨 他真的是恨着千山万水 恨着颠沛流离 可是此刻幸福太强烈 他又要怎么诉说一个 牛子的悲伤 很大的变化 基本上都变过了 当时我走的时候 这座城市 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这个城市真正的家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离开太久 记忆中熟悉的城市 已经完全换了一个模样 周春雨看得眼花缭乱 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来了 还跟自己这么回来了 我都觉得你们俩两个 一年牙齿都长得上 你去发外 一些牙齿 我说牙齿 这是我的胆 这是我的亲牙齿 我一看他 这是我的亲牙齿 对不对 你看看就是 我牙子都长得一样 我来时都对人家开玩笑 把这个牙子挡了一下 这个长得一样的 几十年不见 父子俩不仅要貌相像 甚至连牙齿的糊口都一致 周春风听了 憨憨傻傻的笑 团聚的气氛热闹了整个屋子 带到人群散去 弟弟也上班去了 母亲讨百花 已经在厨房炒好了几个家常菜 我家的香菜给我也吃 我也多盘 多吃蔬菜 母子男孩喝了酒是吧 嗯 阿姨也喝酒啊 不行 阿姨本来喝酒 高兴是吧 高兴她是习惯喝酒的 你看她这个 喝酒了 那个笑 那个东南娘大广告的 现在是哪一种 我自己不好 我跟你说说话吧 嗯 我这也是讲大了 她根本没听得到 是是家里的温暖和爸妈的温暖性 她没从那里听得到嘛 讲大了 她因为在那边 她还不以为很好 她就这样 知道吗 她根本不知道妈妈 怎样疼她 怎样温暖她 怎样爱她 她根本没想起过了嘛 从五岁到三十四岁 人生最美好的二十九年 周春雨漂泊异乡 无法在父母疼爱下成长 只要一想到这儿 母亲唐百花 就是追心的疼痛 性格那么好强的她 还是没能忍住眼泪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我儿子以前 那个头发粗粗的满满的 现在在外面做事 应该那头发冻掉了 你怎么不知道 头发现在掉得很厉害 你钱 你钱 我跟你讲 那个头发粗粗的 迷迷的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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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过她小时候 她的感觉 小时候照片给她看 就是头发很浓密 现在长大之后 因为在外面吃了很多骨骼 头发都掉了很多嘛 但是往上很多的经常想爸爸妈妈 想这个要用什么办法去找 我跟你讲 很开心 过的就是说 虽然白天光做了 是吧 把事情做好了 晚上睡觉 天天对着 天晚上把自己流过泪 这十年来 她根本没有那种疼爱的感觉 是不是 垂得他疼爱 昔日那个朝气蓬勃的男孩 在生活的重压下 已经面临着中年卸顶的危机 唐柏华觉得 如果儿子没有被拐卖 那么她肯定要过得比现在好 我说要是在我身边 我肯定是师父 他要是听话 是吧 前面师父哪有决业啊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给别的男孩子 他做那个决业 本来他后来不好 他本来已经涂了 一业两个月了 他后来他爸爸给他换了 换了个决业 换了个决业 现在在高天上当那个管理 管理刁派的 两个月了 就是如果说在您身边的话 肯定会好好培养他 不用说吧 是吧 买到书子不想培养他 或者他在人家家里的 他们不会吧 但是我觉得您儿子 从17岚到现在 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是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感激 是吧 不算啊 别让我自己 正是一个这个 唐买花和丈夫一直在做生意 家境不错 送女儿们读书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现在 弟弟上了大学 有正式的工作 一切顺风顺水 哥哥却是初中都没毕业 就出来打工挣钱 两兄弟的命运大不相同 唐买花的言辞之间 对儿子被拐一事耿耿于怀 也对买下他的养父母 心存芥蒂 周春雨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两个家呢 像儿子是留在身边还怎么的 肯定了 我早已跟他说过了 我的业子 我是业子 我要要的的 我不会给人家做业子的的 我跟他说过他知道的 我的业子我要要的的 他刚开始 人家我们的时候 还说养不好 还说新银 他已经把你们拿来的香品 买来拿开的 就他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自己是被拐败的 他现在小子晓得了 他现在还以为他养我很好 养父母当年以六千块的价格 从人翻在手里收养了周春雨 却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字口之家 从此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往事太痛苦 唐白花觉得自己无法原谅 可是周春雨的养母还在世 她会怎么对待母亲的心结呢 严父当时有气势的时候 严父的确对我 比起生孩子一样 自从严父气势了 严父了 气势了 就是说 没办法 家里供应 读不了书了 自己严父还欠了那么多账 自己做 执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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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付这个责任 到处去打光 还他这个炸 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 他的羊对他还是 我觉得养育之恩 这个东西还是不能去否认的 对吧 看到儿子面前 看到儿子面前 还是叫我们别追究 别追究 别追究 别计较 我们都听儿子的 现在儿子三十多岁 怎么办 我们爸爸听他 周春雨的性格随了父亲 温和而憨厚 纵使他历经磨难 然而此刻 他不想追究过去的对错 指点念着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在将来的日子里 他不仅会好好孝顺亲生父母 也会继续善养养母 而在丈夫和儿子的开讨下 唐买欢也慢慢接受了儿子的选择 屋子里又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一定感觉好像老家的人 所以我们下先讨论 是否曾经是得出的 我们下一个交易的 明天发生 但是我们下一个交易的 是否一点 特别的 我们下一个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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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终会 我们下一个交易的 在两个交易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开了一个玩笑 所以两兄弟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幸好面对命运的不公 周春雨没有放弃 最后还是和亲人实现了团聚 周春雨说 等一切安排妥当了 他要带着妻儿回到湖南发展 陪在父母身边 好好弥补那些缺席的时光 2017年11月4号 寻情记播出了节目 美美的家 小个子医生的大烦恼之后 节目主人公范立军 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说 他的生活发生了大变化 妻子贺小冬忙得脚不沾地 丈夫范立军 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给人看病 提起节目播出之后 发生的大变化 在场的病人给出了答案 原来节目播出之后的第一个大变化 就是诊所的生意变火爆了 一屋子挤挤嚷嚷的病人 有的是听了别人的介绍 有的是看了电视 几乎都是慕眠而来 这让范立军夫妇的经济压力 小了不少 而第二个大变化 则更让夫妻俩感动不已 还有一个每个新的关注 还给我脑分期的 这个不演的 是贴影笔上的 对对对 一天三次 接了十个天 还感觉有点瞎了 还有点瞎了呀 都是观众给你们记的 对对对 我真的太感兴趣 他还匿名的 我说你告诉我什么名字 他说你也做好 是不是我们也是进去 很告诉我们名字 我不能高出姓名 对对对 他们说 希望我们要你们帮到你 人家跟我们没有任何学院关心的人 这样的关心 我真的又搞得很羞愁又轻 你们要是真的 有药的人他没给我尽药的 没有的人他就为我的眼睛好一些不拉 虽然那些简单的我问候 但是我觉得瑞士是满满的幸福 现在开心一些了吗 对 但是今天老公笑得多于我的药 现在笑的是很自然的 我说原先我说我老公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如今范立军眼睛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不仅有观众匿名寄来昂贵的药物 也有四面八方的好心人纷纷打来电话问候 范立军向来习惯了帮助别人 现在一下子被大家捧在手心里 他觉得自己太幸福 真的我觉得这一次报到之后 我觉得我老公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那种 对人尊敬啊 对人爱戴那种感觉 这个是 原先是说原先大家有一时都会 因为我老公爱小嘛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耳术医生 现在就是说在这一块他们就足迟了这个换医生 换立军医生 这一块我真的我感觉很欣慰的 我感觉你是真的觉得内心里面是开心的 对对对 因为你的丈夫得到别人尊重的话 你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对对对 我看你又哭了 不是这个就是那种很感动的那种 激动的那种 开心的那种 通过节目 范立军扶贫帮困的善举 被人们广泛知晓 也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尊重 妻子贺小冬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光 实际上她和丈夫一样 现在只要去到街上 总会被人轻易地叫出 贺小冬的名字 你们在电视上看了过他们吗 有啊 什么节目 神神记啊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他那个医生是贺小冬 他老婆呢 贺小冬 你知道他吗 知道 知道去啊 对对对 我进来医院去了 你要去他医院看病啊 对 你都知道他呀 对啊 这对善良可爱的夫妻 如今 俨然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对于他们的战局 龙鹏县宣传部也表示 要加大力度宣传和推广 前一年 我们轮回宣 广方开展了 国际国内 斗队磨坊的盆水表彰 方力军 就是我们少元市 斗队磨坊的 其中的一位代表 下一步 我们将就当地系 九大报告的要求 整一步加大 思想斗队进行的工作力度 加大道德国防的宣传 激励严密 凶凶凶三 小老二成 提高全满力 道德手指和完美俗养 提高全新化的完美前度 爱有温暖 爱能循环 范立军从医14年 坚持给困难病人减免药费 而当他遭遇困境 这个世界也以温暖报值 欢迎回到由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辅人陆角角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由陈克明面条 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小米泪有没有缘由》 《小米泪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有没有尽容》 请一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寻找一个渡口 寻找一个渡口 把自己收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